主料,五花肉200克,辅量,烤肉酱,酱油,老抽,料酒,盐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五花肉切片,不用太薄,2-3毫米后即可,调腌肉量,搭洗大烤肉酱两汤匙,酱油一汤匙,老抽一茶匙,料酒一汤匙,盐适量,用手将肉片和腌料抓匀,放入冰箱, 腌半小时以上,时间长片更入味,我腌了两个多小时,直接放到不粘锅里煎,如果没有不粘锅,就要用少量的油,以免粘锅,两面都煎熟了就可以吃了,喝大葱一起加在烧饼里吃,味道不错,烹饪技巧,一,煎肉的时候不要发动太勤,等以免煎好了再翻面,这样才好吃,二五花肉比较油, 最好能和生菜配着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